蚵仔麵線大概20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知道米價 吃蚵仔麵線不知道蚵仔麵線要介紹 對 我們的員工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那明天五倍券就要上路啊 你五倍券要什麼使用 五倍券我就綁定了 你用綁定的 對啊 我想說你會發給員工 那個加菜筋啊 或者是帶動表現一下 我都有跟他們吃飯 那主席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五倍券上路了以後 對整個國內的經濟成長有什麼影響 根據國外會的報告說 他們會有經濟效益2000億 我尊重他的說話 2000億啊 對 那這個金額大不大 這個蠻大的 已經在那 那這個金額那麼大 會不會這個滾滾的消費券 現在動起滾動了以後啊 那間接又帶動了很多的價格的飆漲 譬如說蠻米線 我記得以前一碗大概15塊20塊可以吃得到 你知道蠻米線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蠻米線 蠻米線 蠻米線大概20塊左右吧 哪有 那大加碗啦 所以 所以消費券一起來了就一帶動 欸 那我本來我賣45塊的 我剛剛瞬計就調50塊 因為消費者也比較不會計較那5塊啊 我就悄悄的 無聲無息的 甚至趁著五倍券的開始啟動 我就調高 那請問主議長 他們這樣東調西調偷偷摸摸 趁著消費者不注意 加減調整調高 那主議長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個物價我們尊重市場制度 所以他可以調 我們不能夠去管他 所以他可以調了 好 如果全線都調整的話 那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 CPI可能又爆表了 2.6 假設消費者物價指數衝破3%以上 主議長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做 我們不會說就目前的情況之下 不會說有到超過3%了 就今年的發展趨勢 我們的估計大概只有1.7左右 我想判決書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那事實上在我參選的時候 以及這個加入基進黨的時候 也都有跟相關的主席 或者是同事來做報告 我沒有否認過這件事情 那細節的部分由於當事人 我們在事發之後一直都還有保持聯絡 那他希望我們不要去公開這些東西 那我要在這邊拜託大家 攻擊針對我就好 千萬不要打擾他們家人 那這件事情就是 事實上就是做錯了 當時我身兼兩份工作 所以我通常都會工作到凌晨 深夜甚至是凌晨 那一天是凌晨6點 從沿城區要回到我當時住在鳳山的家中 在回程的路上疲勞駕駛 發生差狀 那後來警方通知之後馬上到案 那酒色指是零 這是一件對我人生影響蠻大的事情 我認為勇敢面對是最好的做法 所以他其實影響蠻多人生價值觀 事後我也在這個 不管是偵察庭或法院都坦然這個面對 事後也非常積極尋求當事人的和解 那這邊只有一件事情 要拜託大家 就是真的不要打擾他們家 對他們家來說已經放下了 然後在和解的內容裡面也都寫得蠻 就是他們認為該說的都說了 那就是有這樣子一件事情 不過因為他選舉罷免在職 那我們想問一下 會不會認為這樣的手段有點像是 對您是抹黑 這不是抹黑這個是事實 但是他跟罷免案應該還是要有一定的區別來看 因為第一個當然他的離現在的時間 坦白講當時並沒有立委身份 那事實上那個時候的我還不是那麼成熟 但那件事情之後 我反省的人生有一些事情應該要調整 然後來也參政 所以這些東西我相信選民能夠提能夠理解 在當立委的罷免案滾滾而來的時候 發生這件事情造成大家的擔心 我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不過現在因為很多事情都被掀出來 你會不會擔心會衝擊到你自己罷免的一些結果 或者是選舉的部分 罷免案本來就是由選民來決定 那該有的東西就有 沒有的東西就沒有 所以他或許會影響法免案的結果 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專注在立委工作的本職學能上面 同樣的事情 那請順 Puis我們拍拖 然後我們可以拍拖 還有一個新る子 那時候才能爆發 你應該是重心的 我們來拍拖 那些詞 我們在拍拖 我們來拍拖 夜拍拖 也拍拖 我們來拍拖 我們來拍拖